二百三十三集 老天 要是自己真做出什么难以自治的事 那事后恐怕无言活在世上了 那不可能 叶天元平静说道 脸色如冰 随后看着墨清晨烟红的面旁 忽然把他的手抓了起来 墨清晨下意识一躲 却又怎么振脱的开 随后感到一股澎湃的灵力 从手腕处涌入体内 这股外来的灵力 火着异常 包裹着一团真火 叶师叔 墨清晨吃惊的望向叶天元 你说话 叶天元低声道 墨清晨乖乖住了嘴 叶天元控制那股灵力 在墨清晨体内 缓缓地游走 把他体内流窜的暗红歇毒 向一处逼退 却发现 他体内真火 竟然雀跃着追逐上来 与他输入的那股 包含着真火的灵力纠缠 不由诧异地望了墨清晨一眼 墨清晨被他这一眼 望得有些心惊肉跳 暗暗庆幸 好在只要真火不外放 旁人探查起来 是看不出清新流离火 和寻常真火的区别的 蝎毒被逼至一个角落时 那股外来的灵力一松 包裹的真火 漠然冲出 瞬间把那团暗红的蝎毒 烧得一干二净 沃清晨惊讶的真大眼 他的清新流离火 温和宁静 对着蝎毒压根束手不策 却没想到 夜天元的真火 威力如丝 竟然比解毒专用的 青露丹还要管用 更奇怪的是 连连感觉那真火 灼热无比 好像能反尽一切似的 在自己体内 却没有造成一丁点的伤害 真是极异的矛盾 因为二人之间 古怪的吸引力 墨清晨早就暗暗猜测 夜天元体制 定然有不同常人之处 原本他以为 是纯阳肢体的远古 可纯阴肢体的段清歌 对上他 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猜测就会否定 思来想去 既然自己的特殊之处 是深举清新琉璃火 那么夜天元 很可能也深举起火 这些年 不为人知 应该是刻意遮掩的缘故 看着墨清晨吃惊的样子 夜天元 一言不发地收回手 居然笑了笑 开口道 好了 这 这样就好了 本来令人担心无比 又尴尬异常的歇毒 居然就这么轻松的被根除了 一时之间 墨清晨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了 墨市值 我是解单修士了 夜天元提醒道 其实能这么轻松的解除歇毒 主要的功劳得益于他的真火 纯阳之体的夜天元 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是他同时身具三大起火之一的赤阳造化火 而赤阳造化火最大的特点便是至纯 至净 又焚尽一切的威力 自他能蒸火外放就发现 蒸火颜色和寻常修士不同时 高祖玄火真君就是这样叮嘱他的 说他是千年难遇的沉阳之体 已经令人嫉妒 若再传出身具赤阳造化火 那就太过惹眼 恐难安身 所以要他守住这个秘密 偏偏他是金火二灵根 火系灵根尤为突出 最适合修炼的便是火系工坊 若是想遮掩蒸火 就无法施展火系法术了 好在玄火成君是原因修士 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 不知施展了什么秘书 使得他施展火系法术 看起来与寻常修士无异 事已这么多年 并无人知道这个秘密 多谢叶师叔 结单修士 确实有我们低阶修士 难以想象的手段 难怪只有进了结单期 才算得上高阶修士了 莫清晨叹道 叶天元抛出翠绿的树叶形法宝 妄想莫清晨的心目之中 闪着难以言说的璀璨光芒 莫世纸定然也会有那一天的 我们走吧 莫清晨不自觉地别过了眼 他不清楚 叶天元为何这样督定 他会结成金单 却清楚地看出了 他望来的那一眼中 有令他不敢深想的期待与渴望 整个摇光派 最擅长练气的是刘火峰弟子 叶天元更是集中翘楚 这飞行法宝是他亲自所练 受材料以及目前练气水平所限 品质算不上特好 却甚在每一个细微之处 都随他心意 二人乘着飞行法宝 只用了不到一个时辰 就追赶上了摇光众人 哟 洛阳师弟 你们可算回来了 山音真人雪白眉毛挑起 不应不扬地说道 寒张真人虽是个抱态性子 却不是真傻 心知夜天元 前途无限 又是原因修饰的直系后辈 二人也无什么仇怨 倒是笑着道 洛阳师弟 当然 看向墨清晨史 就没什么好脸色了 他可是一直耿耿于怀 若不是当年这臭丫头破坏 他能把传音肢体的丫头 当成如顶 如今定然已突破到 结丹终极 也不至于在杰丹初期 一困百多年 墨清晨早就知道 这二位对自己心有奸细 不是说上两句好话 就能化解的 干脆处置泰然 只是对二人失了一礼 就淡定地向断青哥走去 二位师兄 情况如何 叶天元问道 墨清晨脚步微顿 他真没想到 叶天元会询问这个 在他看来 以叶天元的性子 对这些事 应该是默不关心的 他却是忘了 死一时 彼一时 身份地位的不同 有时候也决定了 一个人的心态 形式的不同 叶天元本是纯阳之体 又深居赤阳造化火 修炼的更是高阶的 火系功法 他的性格 按理说 不会如此冷漠 只是自少年时 就遇到无数一见到他 就两眼放光 如狼般的女孩 试想一想 任谁十几岁时 对一个女修笑笑 结果 那女修就哭着喊着 要以身相许 恐怕日后 都会有心理阴影吧 悲催的叶天元 就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中 一路修到了结丹期 到了结丹期 最大的变化就是 结丹以下的女修 见了他 再无以往的疯狂举止 都规矩起来 这让叶天元 大大松了一口气 两年多的时间 随着旁人态度的不同 他的行事态度 自然也有了一些变化 只是墨清晨 一直闭门修炼 对此 倒不胜清楚 只是觉得 叶天元和以往 似乎有些不同 多了一些 结丹修士 特有的淡定 洒脱 少了一些 筑基时候的山映 冷漠 死了三个筑基弟子 伤了两个 山映真人淡淡的 随后 扫了一眼 段清歌 好在段氏纸 精通医术 伤了的两个弟子 都无大碍了 段清歌 自入了弱水峰 转修水系功法 就对一修之道 起了兴趣 这些年来 除了修炼 历念 就是专研 一修之道 到如今 一小有所成 众人已经会合 就继续向前飞去 飞了数日后 终于飞到了 洛霞门所在的 冥霞山脉所在范围 快看 那是洛霞门吗 有弟子骚动起来 啊 好美啊 不少女弟子赞叹道 乘着飞行法宝 渐飞渐进 落霞山脉的美丽 毫不保留的 暂时人前 若说 遥光派所在的 方珠山脉 也是美丽的 不过 方珠山脉的美 是洒脱大气 仙气渺渺的美 而冥霞山脉 却迥然不同 遥遥望不到 尽头的冥霞山脉 漫山遍野的 开满了浅白 深红的山樱花 连眼山脉 仿佛披了一层 娇艳妖绕的沙衣 伴着山间清风 色彩如凝露 蕴染的蓝空 与飞色山脉 相连处 粉雾阴阴 如梦如幻 好似天上 最美的霞光 在这里 停住了脚步 流连望返 洛霞门 就是坐落在这样一座 如梦似幻的 粉色山脉之上 都别吵 山阴真人喝道 然后随手 抛出一道符 不多时 洛霞门 山门大开 树尾修饰 迎了出来 当前一人 雨山灌精 面容俊逸 看起来 说不出的潇洒风流 未到尽前 就喊笑道 哈哈 山阴真人 寒张真人 一别近百年 咱们又见面了 呃 这位师弟是 在下洛阳 叶天元 微微汗手 那人 不由看向一旁的 女修 那女修 轻衣素袍 正是就 未回摇光的 若曦真人 若曦真人 看着叶天元 却不见多热情 只是对那修饰道 洛阳师弟 是我派心静的 杰丹修士 年轻有为 是玄火真君的后辈 哦 听闻叶天元 是玄火真君的后辈 那修士 眼睛一亮 显然 早就知道 他是何人 再望过来时 就带了几分兴趣 在下白卓 乃洛霞门主事 洛阳师弟 我早就听闻 遥光新一代 又为天资纵横的修士 如今看来 果然是百文不如一见 各位快快进来 洛霞门和别的门派不同 门主是有原因修士担任 地位相当于其他门派的 首座太上长老 轻易不过问 门中之事 相当于名誉门主 真正打理门中事物的 就是主事 就如同其他门派的掌门 师父 摇光众人走上前来 段清歌看着若曦真人 欣喜的道 若曦真人脸色顿时柔和下来 清歌 你来了 段清歌上前一步 静挨若曦真人 难得的露出小女儿神态 师父 你这几年可还安好 莫师姐呢 若曦真人刚要答话 洛霞门主是白左真人 就看了过来 若曦真人 这是你的爱徒 若曦真人 点点头 这是我的关门弟子 白左真人 目光从段清歌面上 微微扫过 赞道 若曦仙子的弟子 各个出众 倒是献煞了师弟啊 若曦真人 还笑摇摇头 白左主是谬在 不过这丫头 倒是比墨丫头 文重多了 众人说着话 向文重走 正在这时 树道流光 从天而落 几个修饰落地之后 亮抢着脚步 狼狈 向众人跑来 发生了什么事 白左真人 面色一变 跑来的树尾修饰中 一个脸上 血迹斑斑地修饰道 主是 不好了 我们被魔凶埋伏中了暗算 飞云西树陨落了 什么 白左真人 脸色大变 说话的身影 都有些抖 身子不自觉地晃了晃 随后对众人 拱了拱手 匆匆倒 张世纸 你先把遥光各位同仁 带到门中歇息 好事的安顿 各位 恕我招待不招 说完 在此对众人拱拱手 带着几位受伤的落霞修饰 飞顿而去 出来相应的几位修饰中 除了若曦真人和落霞主师 白左真人 其余几位都是月白色衣衫 打扮的筑机修饰 胸前绣着落霞二子 自下面有树朵山樱花环绕 这样的标志 随时绣在男子所穿服饰上 倒不嫌的织粉起 也算是降薪赌剧了 莫清晨早就留意到 之前受伤的那几人 所穿服饰颜色款式各异 而这几位却统一服饰 想来落霞门和遥光派规矩不同 寻常弟子可以自有穿着 而眼前之人应该是 只是弟子的身份 果然其中一位 助级后期的修士开口道 各位真人 师兄师弟 再下来是落霞门直师弟子 毕姓张 如今战况吃紧 主师难以抽身 请各位见谅 诸位请随我来 举止从容 面对杰丹修士 不卑不亢 大有直师弟子的风范 三位师弟 走吧 若西真人 峨眉井锁 出身道 众人随着一同往里面走 墨星辰暗想 怎么不见师父 但这种场合 却不好出身 只得默默跟着 就听前面几位 杰丹修士的对话传来 若西师姐 不知那飞云真人 是何人 山音真人问道 若西真人叹道 哎 飞云真人 是落霞门的修士 杰丹中其修为 他是白主真人的双修道律 哦 出来的摇光众人 听了低呼一声 白美真人 却没在意 飞云真人身份如何 又问道 若西师姐 那飞云真人 乃是杰丹中其修士 居然如此轻易就陨落了 若西真人摇了摇头 山音师弟 恐怕是低估了 这场盗魔之战的惨烈程度 还请若西师姐 给我们讲一讲 如今的战事 山音真人拱鼓手 一旁的韩章真人 因为昔日断清歌的事 对若西真人心有芥蒂 一直一言不发 只是默默的听着 叶天元更是因为聚婚一事 受过若西真人不少白眼 搭话的话 无异于自讨没趣 自然也是不发一言 如今 共分七个主要战场 每个战场 由一位原音真君作证 按具体情况不同 有数量不短的 结单修士相携 最少的战场 也有八位结单修士 至于助击修士 更是数量繁多 另外还有十个小队 负责游击作战 每个小队 由结单修士率领 队中的助击修士 都算得上修为突出的精英 若西真人缓缓说道 山音真人白眉一抖 竟有如此多的高阶修士 若西真人叹息一声 哎 山音师弟 算上你们三位 光我们遥光 就来了十一位结单修士了 这次盗魔之战 出了四门八宗 不少门派都卷了进来 有这么多高阶修士 不足为奇 就是如此 和魔们的争斗 也不占上风 哦 魔们那边实力如此强大 山音真人脸色拧重起来 既然结单中期的修士 能陨落 结单后期的又如何 由不得它不慎重 若西真人点点头 魔们那边虽只有四个大宗门 每个宗门的人数 却比我们这样的门派要多 这样一来 统筹协调反倒比我们这一方更加有力 再加上修魔之人 静静快 他们筑基修士 比我们这一方要多不少 就是同样修为境界的 实力却比道修要高上一筹 若不是我们这边多了一位原因修士 战况 恐怕更不乐观 若西真人的这番话 令出来的遥光众人 心情沉重起来 不少人收起了起先的兴奋之感 面色凝重 要知道 历年魔力是好的 可若是太过残酷丢了性命 那就一切妄谈了 这时遥光众人 已经被洛乡们的执事弟子 安置到一个偏殿中 若西真人吩咐他们退了下去 环视众人一眼 这才到 不过 你们也不要丧气 参加这样的战斗 虽危险重重 却也是磨练自身的最好去处 这几年来 就有不少修士 突破了以前 十指不得突破的屏障 得以进阶 更有几位筑记后期的修士 成功地进阶结丹起 以他们的情况 若是放在平时 想冲击结丹 至少还有数年 更何况 能否成功进阶 还是未知数 若西真人 这话一出 殿中的氛围顿时热烈起来 不少弟子双眼放光 若西真人暗自点头 继续道 如今战况激烈 众多门派 更是清权派之力支持 对激烈敌手的修士 都是重重有赏的 每激烈一位助击魔修 奖励灵时 按初中后起 一千至五千灵时不等 若是激烈一位 结丹修士 奖励至少五万灵时 这么多 这么多 殿中顿时骚动起来 要知道 就是摇光这样 财大气粗的超级宗门 住击弟子一年 也只发放五百块零食 结丹长老的入室弟子高一些 也不过八百零食而已 不少弟子盘算起来 激烈结丹修士 想都不敢想 击沙住击后期修士 也难 可击沙住击初期修士 成功率还是很大的 一个一千灵时 十个就一万灵时 这就一下子 抵过二十年的门派物资了 这样的话 至少十年之内 修炼是不愁灵时了 姚光仲弟子 听了若曦真人的话 情绪顿时高昂 各个摩拳擦掌 恨不得立刻投入战场 打干一场 莫清晨 顾上之下 必有永福 道修这边奖励如此丰厚 由此可见 魔凶那边也不会落后 这样一来 道魔只要一碰面 那必然是不死不休之局 战况的激烈 恐怕远超众人想象 却不知 这些跃跃欲试的 同门师兄弟们 最终能归回门派的 有多少人了 包括自己 想到这些 莫清晨不由担心起故里来 可惜若曦真人 始终没有提及 姚光仙来的那些修饰的情况 而是继续的 想来你们都知道 这次道魔之战的争端 就是出现在太白玉 和天原大陆交接处的小城 洛阳城的密罗都天境密石 只要我们这方 真的密石 进入密罗都天境 那好处 却是无穷的 到时候所有道家弟子 都是受益之人 所以我们这次 不是为了洛霞门 而是为了我们自己 大家可明白了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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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弟子兴奋的喊道 虽不知密罗都天境里 到底有什么 可这种密境 一旦出现 里面定然有无数天才地宝 甚至有尚苦修饰留下的 诸多宝藏 这其中的好处 只要是修仙之人 就无法不心动 墨青城却觉得 事情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密罗都天境 若只是普通的密境 恐怕不值得 道魔两方 这些超级大宗门 真的如此激烈 甚至那些 鲜少卷入争端的原因修饰 都出马了 要知道 修饰一旦到了原因期 寿元 足足有两千岁 拥有排山倒海之能 若不是为了争夺 能进阶的宝物 轻易不会出手 更不会揽杀无辜 到了他们那个层次 很多事情 都难以再打动他们 这么说来 这密罗都天境中 定然有令原因修饰 心动不已的事 墨青城这样猜测 却明白 这么多助击修饰 不可能只有他想到这些 只是大多数人 对此不会在意 只要自己能得到 足够的好处 就够了 再者说来 师们培育之恩难却 平日修仙之人 逍遥自在 师们真的有需要时 却不能推脱 否则会令整个修真界 不止的 一些修使为了领时 一些修使为了师门 一些修使为了历念自己 或者这些因素 兼而有之 不论如何 这场道魔之战 是难以置身事外了 正在这时 殿外传来声音 若曦真人 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张执事 请进来吧 若曦真人淡淡道 张执事 带着几位执事弟子 走了进来 先试了一礼 随后道 各位 这片店是专门拨给贵派的 房间不算多 所以只得委屈 助击修使四人一间了 说着 看了一眼若曦真人 若曦真人开口道 非常时期 大家理解一下 好了 诸位先休息一日 明日恐怕就要参战了 明日卯正时分 来此会合 到时候会安排你们各自的去处 众人拱神应试 随后在落霞直视弟子的带领下 前往各自去处 清歌 你安顿好了 就过来一下 若曦真人 连爱的摸了摸 断清歌的发丝 墨清晨暗道 难怪都说 若曦真人爱图户端 是出了名的 如今 可酸见着了 再想到自己的师父 心中不有一酸 他确实是好的 不能再好的师父 可自己 却不想要 摇光派来的住基弟子 前前后后 近两百人 女修不过数十人 分大的住处 靠近后花园 倒是比男弟子的雅致 幽静很多 墨清晨和断清歌 关系莫名 不用多问 自然是住在一处的 剩下两位女修 却没打过什么交道 只是念书而已 四人正在 执事弟子的安排下 进了一个房间室 突然闯进一个人 风风火火的道 张执事 我要和他们两个一间房 麻烦你给换一下 墨清晨二人 定心一看 居然是数年未见的莫里洛 他身穿摇光青色道袍 却比数年前更显明艳 墨师姐 墨清晨二人同声喊道 不由上前一步 抓住他的手 墨里洛上上下下 打量着墨清晨 狠狠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啊 清晨 你果然进阶后期了 这样一来 我岂不是要换你一身师姐了 也行 墨清晨笑颜颜的道 休想 墨里洛白了他一眼 随后扭头道 张执事 那张执事 显然是领教过墨里洛厉害的 忙点点头道 休想 墨里洛之前锁住的房间 本来就只有两人 他提出这个要求 倒是很好安排 最终 把那两位女修 安排到他原本锁住房间 他收拾收拾 就美滋滋的搬过来了 墨师姐 清晨 师父让我过去一趟 你们先聊着 稍微整理了一下 赞清歌就到 墨里洛明媚的毛子 瞥过来 嚷嚷道 哎 师父就是偏心啊 平日就总是牵挂你 如今你这一来 我更是被打入冷宫了